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MyRadio 2011 同慶眾分享有上世紀80年代至今日的地區工作經驗 由街頭變岸至鐵路興建 一日移民為本 人民力量 主持陳偉業 逢星期五萬十至十一點半 MyRadio強勢出擊 社會公義以民為本 民主民生地區事務 人民力量 節目主持陳偉業 人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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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教授 又是學者 又是專欄作家 最近更加成為一個知名的政治評論家 哈哈哈哈 這個職涵我送給老師的 多謝 我看回教授的資料 原來很少有 你在八十年代去德國讀博士 八年代尾 就是香港人 特別是讀文科 就較少有的 真的 為什麼那時候會刺激到你去德國讀博士呢 那時候其實是想追尋一些古典教育的傳統 要麼就去法國 要麼就去德國 德國那邊就容易申請掌學金 就去了德國 就是你德文英 德文法文都這麼可以 本來兩張都可以 嘩 真厲害 去了德國之後就專門學特文 嘩 德文就變得好一點 但是初期那些語文會不會很困難 初期難的 是 它是一些古典的文法來的 所以我基本用了整個五個月 就是五個月全部是學特文的 嘩 五個月就搞定 然後就可以讀博士論 我一陣子才發現原來 用五個月或者半年的時間 只讀一件東西是讀到的 嘩 那個進步幾乎等於人家讀六年 哦 因為你那時候在香港讀大學 就是那時候也是讀這個語文 是 所以你基本上對語文那個能力的掌握是較高 是 是 是 就是我們這些就完全沒有語文天分的 就是在加拿大十年 英文人一批屎 有些每個人才能不同 因為我到語言學 到語言學 所以容易比較一下規律 和英文和中文和法文 比較一下規律就很快就掌握了 就是講這個理論 包括文化也好 哲學也好 政治也好 就是德國那個傳統和根基是很強的 他們有一部分 也不可以說全部強 但是他們是屬於那種徹底思考的人 就是想到很根底 由最基本到想起 所以在那邊學習 掌握的東西好過在香港 不像香港的讀書好像浮著浮著 只顧著死記 是 香港沒法 因為香港的時間不夠 那邊是讀大學沒有年期的 我那個年代是沒有年期的 就是說你可以讀六年七年 可以一個學期收兩科 甚至收一科都可以的 那你遲些畢業 還有就是那邊大學 我想整個歐洲主要都是 就是很多國家的大學 他真的那個研究或者學術的色彩 是真的很濃烈的 不像香港那些 真的有時候我經常覺得 香港很多文棍 香港 在找飯吃 要是追好新的理論 要是趕著出學術論文 就是要追最新的 研究一個很小的範圍 我在德國那時候 80年代尾的時候 還沒有那種說 要逼一些教授 要在那些學行登記 所以每個人都是做自己 那些很閒散很悠閒的 研究自己的東西 我想歐洲大陸特別的學府 是很著重你自己去建立自己的思想 系統思想模式 不是說要抄 不是說要特別創新 自己那套系統是很重要的 是經常的 經常回顧那種理論的根底在哪裡 或者基礎理論在哪裡 譬如每一次上課 每一次教授演講 每一堂三個小時 他都會把那套東西 由頭開始演練出來 所以是很珍貴的 基本上每一堂都好像是學術史 這個跟香港不同 香港就是抄幾篇文 或者參考幾篇最新的文章 那邊是由希臘羅馬那邊導引出來 那變成是 雖然就是難了 就是很專門 我記得就算我在加拿大讀大學的時候 我那時候試過讀一科 其中福智學一科 一科整年 就是讀康德那本 The Critique of Pure Research 整年了 整年讀了一本書 整年已經算快了 整年了 就是教授講整年 就是講他某些的學術 不同香港那些 就是說一年呢 真是不知道讀九千幾萬種東西 是不是每樣都好像要認識 但是就沒有專心去研究某一個的題目 所以學術那個的研究 你從德國的經驗帶回來香港 真的要在香港學術界 要推動一下這些 改變一下 不是好像炒雜水那樣 自己一個人比較難 但是在小範圍做 就是在語言 或者在政治做一些很小的事情 凡事都去到最基礎 想起為什麼要這樣做 做來做什麼 當然在嶺南都是繼續 推動這些教育工作 很難得 德國那幾年對你 在政治認知和政治的理解方面 特別在那裏這麼多年 回來香港之後 那幾年的影響大不大呢 那幾年大 因為在那邊 生活在小鎮 在哥亭根那裏 有州政府選舉 有地方選舉 有聯邦政府選舉 每一次選舉都有很多宣傳 還有他們那些政黨 那個生態很健全 有極右的 去到溫和右派 去到溫和左派 去到極端的左派都有 還有他們那個制度 是保護弱勢的政黨 變成每一種政黨都有自己的理念 或者政策的觀念 去演說出來 當然學生來說 通常是偏向左翼 或者是所謂的綠黨 或者是綠黨和紅黨那種結合 或者本土意識很強 變成每一次選舉 雖然自己沒有權投票 自己有權投票的 就是那個歐盟投票 拿著BNO投票 那真是滑稽的 但是本地的政黨選舉 就真的可以看到辯論 看到很詳細的演說 另外他們的政黨 或者他們的黨員 或者議員是很多專業化的 就是一輩子做議員 變成看到演說技巧 宣傳技巧 或者人做一個政治家的培養 那個過程 學到一些東西 另外自己在當年 應該是93、94年間 也參與了一些中國民主運動的事情 就是在那邊做一些 推廣中國人權的工作 結果也是實際地參與了 如何在歐洲的環境裡面 推廣中國人權 或者保護一些難民 不會被憲犯 尋求政治庇護那些 整個過程是學到很多東西 八、九年那時候你在德國 那時候還在香港 八、九年尾就去德國 那時候德國重新合併 柏林圍牆倒塌 之後那段時間 你都親身經歷 那時候都覺得很神奇 自己打算去到還可以看到東德 怎知道幾個月之後已經沒有了東德 翻天覆地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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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由柏林圍牆倒塌 我先後都去過柏林兩次了 都看到真的翻天覆地改變 還有德國人民那種這樣的團結 就是為了這個國家的統一 就是而犧牲個人的收入 個人的經濟 就是那種的意志 真是你很難想像 很難想像很強 還有他們對正義的追求是很徹底的 所以你就學了這個 德國人追求正義的精神 回來香港 就是最近有很多新的建議 講回過去香港的情況 你都雖然有一段時間不在香港 但是八九十年代 就是過去那二十多年 就是香港那個所謂民主運動 不知道有沒有 不知道有沒有 我經常覺得究竟這個是什麽 就是你過去 那麽多年你看香港所謂民主派 你在德國見到別人那些的參政 團體的多元化 和那些政治人物那些的能力 軟說能力 或者那個政治論述的 就是教為這個全面 和這個也都是扎實 和香港的政治人物 我經常發覺香港的人 不是很懂政治論述的 不是很懂的 就是香港的政治人物 就算政黨領袖都是 我都忘記了當時 德國連德國政府都會教政治的 就是每個月在圖書館 都可以拿到內政部的政治匯報 就是港議會在談什麽 那個匯報 真的將幾個黨的意見 全部組合在一起 是中立的 是很難得的 就是議會秘書處做的 我們香港沒有做到這個 香港只有一個會議紀錄 但是沒有一個總綱 每個黨對這個事情 看法是怎樣 最後政府的決定是怎樣 就是做一個政治教育 所以當年你說好像民主黨 我在民主黨的年代 竟然民主黨會反對最低公知立法的 這個1999年 99年那時候的會大 所以政黨自己本身的政策 取向和政治理念 似乎很多都蒙古不清的 因為它沒有一個執政的準備 所以每一次都是看權宜行事 在今次上面 我應該揣摩一下選民的意見是怎樣 或者如果我跟政府的話 政府會給我一些什麼益處 然後互相計算一下 好像做一些精密計算 所以每一次政黨的立場 可以說是微調 有時候可以有巨大的轉變 那就變成沒有一個 即是用精算師的思維去辭黨 不是用政治理論 政治理論就是堅持到底 失敗都要打 打輸了下次再來 或者打輸了別人的黨 執政的意念就這樣上去 你見到香港 其實香港所謂的本土政治的發展 除了再早前革新會 還有那類之外 真正一個較為全面一點的 群眾參與的政治運動 就是香港主權回歸的問題 80年度開始討論 跟著就爭取八百直算 是那段時間開始 可以說是本土化的政治運動 就是之前保釣 甚至是中文運動那些 都還是帶有中國色彩的東西 但是你看回香港所謂的 本土化的社會運動 你包括保釣也好 中文運動也好 甚至是其後的前途問題 或者是爭取八百直選也好 這麼多年來 暫晚二十幾年 是很多的運動 一班可能是所謂的知識分子 多的可能是百幾二百人 少的可能是三五七人 所謂的帶領一個運動 透過傳媒呼嚴的人參與 所謂的運動 幾次群眾集會 那結束之後就沒有了 它是一種議題帶動的東西 它不是說 整班人一直給壓力 或者一直給壓力 最終有一個目的 最終的目的就是 參政或者執政 起碼成為一個極大的反對黨 它就沒有這樣的意識 每次是為了某些社會不公義的東西 出來爭取一件事 接著就把那個執行權交給政府 所以它每次都是一種壓力團體式的東西 找政府來做它的行政代理 甚至是政治代理 想著壓壓它 政府就一定會打折扣 打回來 然後就算了 不要了 每次都是這樣 每次其實是拿到一些東西 但是其實每次都是妥協了 還有有挫折感的 但是下去都是那幫人很多時候 中文運動也是那幫 補奪也是那幫 你這個香港傳統也是那幫 你這個八百地選也是那幫 就是下去那五六十人呢 就是在那裡炒冷飯 就是今天炒完人粥炒飯 明天炒福建炒飯 炒去炒都是那幫人的 但是為什麼香港會是這樣呢 其實最終是真的沒有了本土意識 因為你看現代的政治 或者現代的建立一個國家 民主和政黨 你不可能和國家意識 或者本土意識脫離 如果你沒有一個很強的本土意識來支持 你根本政黨的運動 或者社會運動是沒有辦法 有一個最終的目的 也沒有辦法讓群眾 或者民眾看到所有的壓力 或者所有的政治運動 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比如最終的目的是 建立一個自治的香港 或者香港港人治港的地方 或者最終的目的是大致雙普選 雙普選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 香港人管治香港的地方 除了外交和國防交給北京之外 由於這個很明顯的目標 經常是違背了 經常被共產黨將它推延 拖或者扭曲 而那些政黨運動 經常都沒有堅持到這件事 經常在妥協 最終目標一妥協 整個運動的元氣就會散 就變成一單一單的東西 一單一單計算出來的鬥爭 而不是一種顯示民眾意志 或者民眾熱誠或者意識那種鬥爭 是會失敗的 因為政治最終是講熱血的 但剛才你說出一個很重要的心態 或者問題就是 就是帶領這些運動的人 是較容易妥協 是的 這個現象或者這個心態 為什麼會這麼普遍存在 還有為什麼過去這麼多 過去十幾二十年來 就是可以不斷有這些心態的人 仍然可以領導香港這個群眾運動 這個我也想了很多年 最終可以解釋到的就是 它沒有了主權意識 那個主體意識 就是說在英國殖民時代 它就當作是殖民政府 是香港人的政治代理人 只要將一些東西交給殖民政府 由於當時是處於東西方冷戰 也有中共 有台灣有美國的勢力 所以殖民政府就會做得很好看 或者妥協得來 始終它都會給予很多利益 給本土的民眾 這種代理人的制度 在殖民時代 它是運行得算是好的 每次押一押它 有什麼都有 有公務 有福利 有教育 有中文合法化 或者ICAC 但是你去到回歸之後 不要說回歸 就是主權移交給中共之後 那個代理人 是跟香港有衝突的 那個代理人 是一個高壓的集權政府 它不能夠真是 代理到香港人的本土利益 所以過了97之後 這種壓力的方式就失效了 因為政府不能夠再 因為它很多方面 譬如境外買樓 大陸人又下來生孩子 又給福利 或者是鼓勵窮人 北上大陸有錢人下來 這些完全違反了 一個地方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但是你怎麼押它呢 它都不會改 或者是今次 譬如今次的泰保機制 明顯是違反正義 或者違反法理 除了根本就談都不用談 根本就不應該談 不應該拿出來 但是它就是拿出來 跟著議會救票就過了 變成這些地方是妥協不了的 必須抗爭到底 在這裏 譬如說遇到一些 必須要跟政府 政府不能夠再代理到 香港人的政治意識 或者代理到 香港人的本土政治的時候 你要跟它打 或者跟它抗爭的時候 就是不能夠妥協的 因為它不會跟你妥協 故此必須是 你不能跟它妥協的時候 跟它鬥到底的時候 那就是一種熱血的抗爭 或者是基於政治熱誠的抗爭 那個抗爭的根底理論 就是來自主權的意識 就是說我們香港人 你中共簽了這個 承諾了《基本法》之後 香港人是港人治港的 這種主權其實 雖然說沒有了國防 沒有了外交 真的是國家層面的外交 但是這種主權意識 或者主體意識 香港應該是有的了 你說了香港應該有了 但是你看到 香港幾大政黨 特別領導了香港超過二十年 比如民主黨 你這個 就算公民黨 也有一段期間 其他有少少其他 所謂泛民 但是這一幫人 你說那個熱血 和本土意識 是不存在的 是不存在的 我想他從來沒有思考過 因為他們真是由殖民時代 過渡過來 但是你說不思考 好像你們看張文剛那類的 是中文運動出身的 你看看李永達那些 當年是幫那些所謂 那些艇護那些出身 當年他們被抓過 是不 就是為什麼這些 在這個八十年代 特別七十年代成長 八十年代參與這個社運 應該是一個傳統 扎根香港 本土出身 本土成長 我這些就是外來貨 我在加拿大回來的 我在加拿大十年 但是他們這些全部 在香港成長 香港教育 香港參與社運 但是為什麼你所說 這些熱血 和這個本土意識 在最近這幾年看 是完全不存在的呢 因為以前那個殖民政府 其實他是承認本土意識的 就是他很多方面 隔著大陸的 就是你 進入粵語的教學 所有的制度 所有的風俗 都跟回以前 不會跟大陸 很多 很多事情 他是為了反共的關係 他要保護本土意識 所以以前那些 比如說艇護 或者是要福利 或者是教育 中文運動那些 只要一提出來 而覺得那個社會 應該要進步 或者應該要放量 那他就會放量 所以在那個時代 那些人是有本土意識 或者本土利益的抗爭 但是每一次抗爭之後 都很容易成功 而不需要堅持 某種 不需要犧牲 不需要犧牲 無流血的 就是請幾下月 吵一下 那已經 這個港府政府 除了反貪污 觸國派 那次是被人打了幾下 但是那次 不是香港本土運動 就是推動的 不是香港民主派帶領的 那次 英政府都覺得 不要再貪污了 真是醜怪 這個社會是進步 進步 一個工業社會 一個 真是有效統治的社會 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樣貪污 就是過去那個民主運動或者社運 很多時候變成官民合作 就是有時候官方想著要做某一件事 而民眾或者一些壓力團隊 再進一步的時候 那他們一合拍就前進了 所以就沒有一種要很強烈的反抗 很強烈的論述要阻止反抗 所以你看看去20年 香港民主派運動 我經常說的是三部曲 第一 開記者會 第二 就可能搞一下簽名運動 第三 可能就去政府總部請員 或者最厲害的是搞一下絕食 絕食 靜坐 靜坐 三部曲 以前是成功的 就是過去20年都是這樣的 過去20年都是這樣的 就是到今天都沒有什麼改變 是不是好像我們七一遊行員 就是我們那百幾二百人被抓了 去警署過夜 那第二天一出來 咦 見到民主黨7月2號早上 又去政府總部請員 是吧 就是來來去去 20年都是用這套 抓一條橫牙 十個八個人就去請員 完全沒有那種 第一 你講那個意識 那個本土和那個熱血 第二 是完全沒有群眾組織的觀念 是 它沒有說要 我們一幫核心人去不行 下次帶一千人 下次不不行 那帶一萬人 沒有這種擴大基礎鬥爭的觀念 就是永遠是自己幾條人 就是我經常都說這個是美光政治 主要就拿傳媒拍張照 實際上 他們以前是找英國殖民政府來做政治代理 他們自己也想著可以代理到香港民眾 所以不讓香港民眾加入 代理和代表兩回事 他們是代表 但是他們想著是代理 他們是買版 好像那些傳統資本主義制度 他們是買版 殖民地下的買版 哈哈哈哈 我們就剛才和老師講了一些歷史 我們有一陣子回來就講講 咦 最近香港這個民主運動的情況 一陣子見